音樂 這個有骨雞的味道 應該有一點年紀的樣子 這個比較有那種特色的感覺 前面好像是一個蠻有特色的東西 這裡韓國人真的好多 路上有好多韓國人 應該香港人也很多 韓國人出現了 代表這裡就快接近China Town 就是我們的經驗 所以這裡應該快進入China Town 來看看啦 這是一個公園 Vittoria公園哪可能這麼小 比廣場 這個角度看起來有點像寺林 你看Prappace的那個寺林 上面有寫China Town 我以前來過了 看到沒 沒有 看到那個門牌滾門啊 街景人就會發現 China Town附近很奇怪 就會整個水平感覺比較喘跟亂 這裡就是千禧門 就是China Town的地方了 看一下這裡 China Town陰境在這個巷子裡 這裡是古蹟的地方 我先來看一下 最早 然後你看就有那個古典的那個 最早發雞在這裡 然後這是外面 其他後來發展一下 我曾經來過加拿大這裡啊 我曾經來過加拿大這裡啊 所以他曾經來過這裡 所以他曾經來過這裡 跟他有點淵遠 然後這個是枇杷 這是枇杷樹嗎 這是枇杷樹嗎 然後這個就是 華府歷史巷 一家溫房 那這個地方 這個可能以前那個景嘛 這個是一個古蹟的地方 然後你看它四周的環境 這邊寫相害耶 這個是上海街啦 這一條叫上海街 什麼古蹟啊 我以為很多人自己 背面 然後這邊的巷子裡面 居然 還有龍啊 也是特色 它要搖搖晃晃來這裡 它這裡我覺得 吸毒的好多喔 自然不是很好啊 你看那個德克的別 好古老喔 很舊了齁 這串拉丹應該要改建了 我覺得好像 後面大家都以為 都沒人再去整修它 就跟卡卡里的串拉丹 又破又舊 那我去那個卡卡里的串拉丹 也長得跟這樣差不多 看來看去都差不來這啊 他們這裡真的 街上都有那種尿燒味 好厚喔 真的奇怪耶 隔一個地方水平就差很多 一路過來都聞到那種味道 很舊時代的那個 沒有 他們這裡就不像我們台灣 都會蓋公共廁所給人家用 那公共廁所裡面就很髒 因為沒人要少 那公共廁所那個 剛剛去墨裡面又很髒 很臭 特別 看上面屋頂一個小籠包 好可愛喔 然後這邊 它寫餅店 專門在賣餅的 我們就來這裡找食物吃吧 迷你套餐 有個不便宜啊 15塊啊 1塊15塊 29塊 所以這麼好 這賣糕點的耶 哇好多喔 Chinese Cookies 沒有老外來買呢 很難得 生糕 然後這邊賣包子 夜夜 摘摘包 這邊好多人在吃喔 摘摘包 這裡面可以用餐 在裡面用餐 在裡面用餐 春夜湯的主要道路在這裡 跟哥哥隔壁 George Street 差一大截 我都看到這些遊民 一大堆啊 就這樣子 行屍走路的 躺在地上 你不看你的這裡 真的是 馬路又破又爛又髒 看這裡真的是 遊民泛濫 到處都是啊 我真的 勢安超不好的感覺 你看這一整片都是啊 這應該都是啊 這地方好像小條了 OK 你看他都跟你講 This is bike lane 他們有腳踏車專用道喔 有了養大的權利 我們那天在散步也是 腳踏車跟人車的分道 被糾正 一家紅牛牛肉麵店 是在賣牛肉麵的 你看一下 對 今天是禮拜六齁 所以沒有了 不是有真的嗎 Thursday 今天是禮拜四嗎 禮拜四嗎 先去看看 紅牛 牛肉麵 那裡是中國醇 算比較乾淨 在焦花鮮好像很好吃 他的菜蛋 看來看 他現在很大 可以吃了 看來看 看來看 起來有點像希臘 希臘的街景就很像這樣 然後小小的 在洗窗戶啊 他們在幫忙洗窗戶 剛剛今天早上就有看到 他們在洗窗戶 好像是在整修 還是真的在洗玻璃 看他有沒有看到 他好像是在整修 蜘蛛人 這個地方我覺得很像 有點來套希臘的感覺 像不像有一點 比較有那種feel 在街上的路上 看來好古老一個車喔 哇塞 這不是多少年前的車 那這裡的街景看起來 比較有異國風 不像Canada那個樣子 真恐怖 Canada真的在海外 也開始接近凋零了 開始變得有點破舊 然後有點 殘舊不堪的感覺 他要走到那個 煤氣鎮的那個 蒸氣鐘 去那邊看那個鐘 他說那個鐘會噴蒸氣 大家帶著火車在這裡 所以他說前面有火車站 可以去搭火車 可以夜沃 然後直接去那個Torrentor 那三天可以省掉支出費用 然後就可以順便觀光旅遊也不錯 你就看到前方那個就是 蒸氣鐘 它上面會冒煙 有看到嗎 看到它的冒煙 這蒸氣鐘 還有它的歷史典故啊 看到沒 趕快過來 好看到這裡如果還沒有訂閱我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 還有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同時將這影片分享給你的爸爸媽媽 男朋友還有喜歡旅遊的朋友 其他開車或者騎摩托車 帶你到這好玩的地方 你才有機會來一窺就近 然後才會有好玩的地方可以玩喔 坐下 要買這個食文英勇 可以在那個蒸氣中旁邊 有一家這個店 它賣這個風薑 這個一瓶啊 價值5.9 這小瓶5.9 這個大瓶 大瓶一點的12塊 所以我在Saveway買一瓶 這邊就貴 這樣送人啊 就方便啊 因為他找到這種Size 他送人剛剛好 要不要太大 我們買這個很大瓶的這種啊 去送人 這個一瓶是多少錢的 我們要看那瓶多少錢 這個也是啊 送人也很適合 哇 可是我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是觀光租 這一瓶10.9 這一瓶是5.99 它還在加稅喔 這個我們會去Pitch Mart看看 那邊 我就在找出一小盒的這種啊 終於讓我走到了齁 這個一盒 2.99 變蒸氣中的 往前走齁 走到這邊 這一家叫做 Parkson House 這個叫做 然後就3House 專門在賣一些 主人烈的 它裡面有很多那種 如果你要送人的 我覺得還蠻適合的 它就在蒸氣街 你就往上走 30 321號 看到嗎 這是火車站啊 然後你可以進去裡面 搭火車買票啊 然後進去火車站看看 Fashion 就是車站的地方 你可以在這裡買票啊 我們沒有要搭火車 所以我們這邊 進來看一下 這車站也不是很大 然後買的票 就從那個閘口進去了 前面那裡有個閘口 就去坐火車啦 然後 我覺得跟那個英國的那個 有點像齁 英國車站有點像 可是它比較小啦 要去哪裡 對啊 不是要去坐渡輪到對面去看看 很多東西可以在這裡買 要去坐渡輪的票 我在這裡買 在這裡買票 在這裡買票 要去E bus C bus Inc customer service 這裡 買買E bus的票 這邊就是要坐渡輪到對面去看火車火 C bus 要用這個票 這個2 zone的票 然後我們就進來了 要去搭船 它這個要去坐C bus 可是這裡也是很多 鐵軌啊 火車也在這裡 捷運也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一個它的很大的轉運站 然後這邊就是坐船的地方 然後從這個通道這樣走進去 你看這個是港口啊 這一張票多少錢 四點五五啊 一層單趟 他說來回也沒有便宜 走這裡進去 我認為應該是讓你去船廠商的樣子 你要上廁所去船廠商 這裡都沒有 真的是到處都沒有廁所 不防釣 我就來去船廠商 麥當勞也可以去船廠商 他們這裡麥當勞都上廁所 國外這種素食店的上廁所 按壓都可惜 就從這裡進來 都會刷卡 沒辦法收拖 然後就進來這裡 我們在等 它上廁 它這個可能就是 入口的地方 有很多 好一半時候 有很多入口的門 所以在這裡上廁所 就等著吃飯 對 還有很多 我們要上廁所去的人 那邊 其他人在排隊 那橋是翹前 現在橋要放下去 然後現在門就會打開 就要收拖 然後就是 然後就 他就 前進去了 上廁所 有很多 好开了,可以起来 可以找位置坐啰 自然比较蛮大的 好啦,现在要走了 船要倒退路出去了 三十五分钟就到了 可以坐下 看一看 你看看 小牙堂 小牙堂 好奇 好奇 小牙堂 小牙堂 這裡常常坐的人就已經知道 這裡也有小哥 出來 又出這個 船 所以出來啦 C bus terminal 然後這邊就一條街 可以過去這裡逛一逛 不然你坐Bus看你要去哪裡也可以 我們是要去這裡逛一逛就好了 應該就是史丹利公園 你看我們那時候不看到那個Yard Park Yard應該在那個 不是像個銅一個一個嗎 前面 所以它兩邊有各有 在對愛 你看那邊有小雪梨有沒有 那個小雪梨歌劇院 往後走 你看 現在大概看一下對愛 如果水上飛機啊 水上飛機就可以飛這麼機器 這麼大 線上飛機 這個是好玩游輪不上嗎 一般的游輪 私人的游輪 看一下 前面有到很高級的啦 中等的啦 小型的 然後頻道在這邊 下去看 看到前面有個market 他會賺的啦 我想說剛剛看他market怎麼不見了 他這邊轉動 你看他 喔 Hotel 然後再站過來 又不見了 他又轉過去了 寫的去市場 好了我們就去 去市場裡面逛逛吧 西附嗎 不知道 他還有Hotel 不是很大的一個木耳 他的聲音也不是很好的樣子 港旁邊的那個很像我們的漁港的那個市場 可是人家市場看起來好乾淨耶 你看他在做花生塔 Pinut Butter Candy 賣巧克力 賣冰淇淋 這看起來 今天禮拜幾 禮拜四 生意看起來不怎麼多 沒什麼人 應該要很多人說在這邊要看海岸邊啊 四個東西也沒有很多啦 可是外面就可以看到海了 裡面好悶喔 這邊就可以看到船 海岸邊還有 就是 當然是有那種 海外的 喔還有自己的飛機 船也是私人啊 船也是私人啊 就是私人遊艇俱樂部啊 所以這是有錢的俱樂部啊 這俱樂部 其實也是一樣 他們有錢人過的生活超好 自身機上面還有這一個 這一個是 船上面還有自身機耶 這個超有錢的 靠近一點 看一下有錢人的船上面還有自身機 你看 有人在幫他洗船啊 洗船要清掃嘛 有錢人有船有飛機還有自身機 要有什麼 要有什麼 那台飛機也是他的 那台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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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他的 看到 有錢人 然後你看有錢人那上面那個有椅子有沒有 平常可以在那裡用餐啊 你看前面那一區有沒有 那個小船的前面 你看小船前面這一區 你看那邊 就這個 這個他們可以一定要在這裡用餐 那有那種感覺 哇塞 出海人去開趴路啊 三艘船 那個比較小啊 那個就比較大的 那個比較有錢的 大艘 還有人在幫他洗船啊 結束以後都要請人 這都要請人來洗你不知道啊 他們都要 他英國 喔 英國的國旗 所以他 開始來開到這裡了 溫哥華的大街上 出了港口以後 我們來這個街上逛一逛 這裡還蠻乾淨的 我覺得這裡遊民就比較不愛來了 看起來比較少的遊民感覺 蛤 對啊 他還來這邊 還要花錢過來 可能不太方便過來 所以這裡就比較少 比較乾淨 路上你看就很乾淨的 但是這邊整個好冷喔 這邊比較冷 他們都會畫一個單車線出來 這個單車道 所以每次我們走一車 他說 You are wrong This is back lane 他們又有天橋耶 看到沒 然後那個bus 就等人過去他就會過來 看一下街景 這裡看起來就沒有對岸那麼繁榮 齁 這邊看起來的房子比較矮 你不覺得嗎 齁 對岸還有高樓大廈 這邊好像比較沒有 飛了 看到那個 好野人的 飛機要飛了 沒看到飛機 飛起來 飛起來在那裡 喔 看到了 飛走了 哇 這樣水上就可以飛了 好厲害喔 還沒有放下來 船還沒來了之後 是翹起來 等下船來的時候 他就會整個放下來 現在船就進來了 看到沒 哇 怎麼得這樣嗎 他的船是船的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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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 雙山上 先進去 大廈 一號 先進去 然後再進去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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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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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這個 Warner 直接向這邊 S 真的咧 Wanna 5 5 5 Yeah 這次第1個 想去開了 雪板的路線 沒有人 來找個位置最好的 不是 但是 這個就是為了取穩 好深 比如說 準備? 開裝 對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不一样呢 美食格局跟我们差不多 一进来就先有卖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就看到前面也是结战区 然后这里就是卖衣服 看有比我们大吗 好像差不多啦 好像蛮大的 它的东西就差不多 只不然有一些洋货它是天固定的 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没有 都卖衣服了 这一区 然后这里就卖3C产品 然后再进去那里就西服 有些我们最喜欢出锅的生鲜桃子啊 我们都不能带 我们去看一下 跟我们有什么不要的 我们没有啦 我们没有卖植物 它比较 跟我们 我刚好嗑哦 台湾还大嗑 忘了 这是烤肉有 这个我们就没有 这个鲑鱼是不用钱哦 Q火 然后这是烤鸡肉 这个我们也没有 这个腌好的鸡肉我们有 鸡胸肉也腌好 哦 这种萧草也没有 那这种梨子很多 现在台湾几乎都没有啊 长多啊 你看那个固定的大理石的 还有这个 巧克力的 这款我们都没有 对啊 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有啦 苹果派有 这个我们有啊 你不是上次想买吗 南瓜派 这个没有 这是什么啊 这是什么不知道 哦 这个就没有了 这个看了一定很多人想买 这个我们在台湾就有了 这固定款 还有吃在台湾也有 这个好像 这个面包就没有吧 这好像我们就没有 这我们没有 哇塞好恐怖哦 这么大一个要吃多久啊 苹果派啊 那么大一个 这个多少钱啊 这个 鲑鱼的故乡应该很便宜吧 31块 27块 这样多少钱啊 这样多少钱啊 两千 哎 39.99 39.99 39.99 大一个 像21块 这个有投的 这个没有投 去投的多少钱 33.89 哇 这虾子好大只哦 罗罗39 这我们在台湾也不卖 39.14 OK 哇 朱里鸡是不是 哇塞 30块 1.27 这鸡是11.99 烤鸡 7.99 7.99 C 它卖的这个 船口7.99 它刚刚那是韩国式的烤肉 应该比辣 哇这边就很多这种 起司类的 哦 这个我们就没有了 哦 看着令人 就好想买了净子 看着令人流口水 看着令人流口水 太是不是 吃吃看好吃吗 有试吃量 也比我们还多 也比我们还大 还多 我觉得我们就比较喜欢 那我们来吃 这个 也比较大 10块钱 10块钱 不要 你看东西真的给我们不要 都是养货 也有啦 我们要的这个 比较少 你看它这里就没卖酱 卖这些 对啊 卖的东西跟我们就不太一样 它已经炸了 赶快来去 开始来这里 排队 已经在排了哦 好吗 还没打 四次春卷 这是树的哦 里面没有肉 我们就拿了 它就这样一条捡 两百个 看看吧 来 吃吃看好不好吃 它是树的哦 它有七灾果在 很多耶 看到没 沿路这样一直吃 大概也吃饱了哦 好多哦 就是要吃吃 不知道啊 去看看 看你好漂亮 多甜 这些他们的专门卖的 Maple Scraper 就是它的蜂蜜 哇 像这么大一盒哦 15块而已 我在那个Safeway 一瓶好像是 二十几块耶 15块耶 这太重了 我不想带回去 不然我就买回去 给大家吃啊 哎呀 太重了 太重了 有好像 我这边是自己去捷上去啊 我们没有买回去 所以我们就 直接出去 大概就长这样啦 他们坐在外面吃 因为他们的 那个 好事多的 那个 就是吃东西的地方 他没有椅子 没有 有桌子没有椅子 给人家坐 然后你看 里面这么多人啊 大牌长龙 而且 这会员真的 一点都不理喻 居然也没一个椅子 也没桌子给人家坐 叫他等那边等 叫号 真的 我们在台湾太幸福了 我们还有地方 可以给我们坐下来吃 要是这样子 我们早就不当会员了 真的太虐待他的会员 你看 就这样子给他们在外面吃 一线耶 这个没有啊 这只是这样 拉过去而已 你看 好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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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边的车先来啊 不是我们的 我们的捷运来了 我们要去机场啦 要跟Lancouver say goodbye 拜拜啦 Lancouver 我们终于要回台湾了 结束14天的 加拿大旅游 在外面流浪了14天 好累喔 我们要回家了 拜拜 好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才会收到我新的影片的讯息 同时呢 最重要要分享给你的 老公 小孩 朋友 还有同事 一起观看我的影片 来支持我的影片 如果你有喜欢看什么影片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会为你拍置喔 那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